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環島拼字第三天 來到臺中拼出WIN字 象徵美德贏臺灣 畫面看起來相當壯觀 不過賴清德這回不向前幾場 講述地方政見 而是將炮口對準侯友宜 房租爭議 現在聽一段稍早訪問 賴清德 孔聖侯友宜 稱他的套房一瓶比101還貴 下一秒炮口又對著民眾黨柯文哲 以後要等賺廣場 要賺廣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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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賴清德 猛打藍白 甚至喊話 要侯友宜和柯文哲 將套房和土地 通通公益信託 也讓這場台中行 增添更多火藥味